歡迎收看Mr.Chan英文教學之文法傲訣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Mr.Chan教英文的時間了 那麼在今天呢在節目當中將跟各位介紹有關於未來式的用法 那麼未來式呢在之前我們也曾經介紹過未來式的用法 但是當時的拍攝狀況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呢為了使得這個教學效果能夠更好 重新拍了這個有關於這個未來式的用法 分成幾集來再詳細說明整個未來式它的一個用法 當然這邊所講的未來式是指簡單未來式 那麼關於未來進行式以及未來完成式等等 可能我們未來在相關的這個高中的文法這個單元裡面 會陸續提到有關於未來式的其他用法 那麼這個未來式簡單未來式呢也就是我們國二 大概上學期的時候我們會介紹到所謂的這個未來式的用法 那當然講到未來式我們要先來看看它的這個整個定義 以及它的公式的運用 以及它怎麼跟這個時間來做搭配的整個相關的用法 當然也希望如果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的現在我們看一下什麼叫做未來式的用法 那當然我們時間上分為 那麼現在過去以及未來 也就是三種時間 現在過去未來 那麼在二上的時候呢 我們是講到有關於這個過去式 也就是在我們這個即將到來的這個第一次月考 那麼它會考到有關於過去式的用法 包含它的規則不規則變換等等 那麼一直到這個慢慢接近這個期中或期末的時候 就會進入所謂的未來式的用法 那麼未來式我們先看一下定義 未來將要做的事情在未來的什麼時間 你預計要做一個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必須用未來式 或者未來發生的事情 或者未來你計畫要做的事情 都是用未來式 那麼句型總共有兩個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是用will加上這個原型動詞 加上未來時間 那麼這個will就是所謂的這個將的意思 那麼這個字呢也是有一個助動詞 所以凡是助動詞 包含我們之前所學的語氣助動詞 後面都要放原型動詞是最重要 包含這次在第四月考獎 要考到有關於這個助動詞 這個did也是一樣 後面要放原型動詞 所以原型動詞在英文文法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麼再加上未來時間 也就是我們重點是擺在這個 它所搭配的 今天要講的搭配的時間有哪些 這是第一個要進入步驟 就是你必須注意 知道這個 過去式配合哪些過去式的時間 進行式配合哪些進行式 以及未來式配合哪些未來式的時間 這個時間 是我們判斷這個 時代最主要的標準 好 那麼當然我們這個介紹完這個will的用法之後呢 就是加原型也可以把這個will變成be going to 進行第二種句型 加上這個未來的時間用be going to 跟will來做一個分析講解 好的 那麼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要先講到這個未來的時間 到底未來時間怎麼搭配這個未來式的句型呢 那麼未來時間的常見的未來時間包括什麼呢 第一個我們最知道就是tomorrow 明天 tomorrow 那麼tomorrow呢 這個字其實也可以單獨使用 或者我們後面加上tomorrow morning tomorrow afternoon tomorrow evening 跟tomorrow night 那麼明天早上下午 傍晚以及晚上搭配tomorrow 就變成未來式的時間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用next 所以我們經常口語說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見就是未來 那next加上時間名詞 這個時候時間是名詞 比如說next year 那麼明年 或next week 下個禮拜 next monday 下個禮拜一 等等只要加上next 就形成所謂的未來式 但是特別注意的 如果next前面加一個定罐詞的話 比如說the next 然後加上這個時間的話 那這個叫做某一個時刻的未來 這用在過去式特別注意 如果在next前面加上定罐詞 他會把整個時間挪到 變成在過去的時間的某一個 比如說在去年的這個 你可能會講到明年會怎麼樣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加定罐詞了 特別注意 那麼這個叫過去的某一個未來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 那麼如果以現在是時間起算的未來的話 用next,next year,next week,next monday等等 這第二個 第三個用in加上一段時間 這很多人會誤會 以為in就是在這個時間之內 那麼這個in加這個時間 那如果是在這個期間的話 我們經常會用during 這個字 那如果你用in加一段時間 這個字怎麼 在一段時間之後 特別注意 變成之後 所以這個最容易被忽略 就是用in加上時間 其實它是用在未來式 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比如說in 30分鐘之後 30分鐘之後 in 2 days 兩天後 通通用未來式 好 那麼第四個 用least加上尚未到達的時間 那麼就是說 你現在起算還沒到的時間 就是用least來接的話 就是所謂的 這個未來式 比如說least afternoon 這個下午 通常我們說least morning 這個早上通常是過去的 但是least afternoon 通常我們指的是 這個所謂未來 或者是least Sunday 這個禮拜天 也就是這個禮拜天 這個放假完後的這個禮拜天 因為雖然是放假 這個在今天呢 可以說是連假四天已經結束了 但是呢 今天明天開始的禮拜三開學呢 禮拜四禮拜五很快又週末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週末的禮拜天是很快到來 所以這個禮拜天我們就說least Sunday 或者least week 這個禮拜或者是least year 今年 那麼這些都是屬於上未到達的時間 上未到達時間 這個都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好 那麼第五個 其他的時間復習 能夠搭配未來式的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其他 包括哪些呢 tonight的 今晚 今晚要做什麼事情 tonight 或者是the day after tomorrow 這非常重要 我們說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我們叫前天是過去式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天之後呢 就是什麼 後天 後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後天 或者sum day 未來的某一天 sum day 這個也很容易考的時候 很多人忘記 所以其實未來式最主要的是 你必須掌握著未來式的這些時間 一出現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注意它是未來式 在寫作或者是文法選項裡面 通通要特別注意 那麼尤其在科漏制裡面 在會考裡面的這種科漏制 最容易考實態 幾乎每年都考實態 有 有時候這個選田過去式 有時候未來式 有時候完成式 在那邊縱橫交錯 通通一定會考到未來 這個所謂的十二 這個時態 因為時態在英文裡面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這個是我們講的時間復始 那我們要注意第一點 at加時間 on加日子 因為我們知道at是加最小的時間點 on加這個日期 只要是還沒有到達的時間 都可以當未來時間復始 還沒有到的時間 好像on Sunday 我們說 這個禮拜天就還沒到 用on Sunday 就是指揮來式 第二個 還有一個這個也是 我們在考試裡面 同學最容易忽略 就是this 或next tomorrow 或者tonight 等等這些 副詞情是不可以加解析詞 所以你不能用on this at next 或者是in tomorrow 這通通不可以使用 通通不可以使用 特別注意 這個tonight也是不能用in on at 所以this next tomorrow tonight 等時間副詞情不加解析詞 通通這個時間先把它搞定之後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這個劇情到底如何使用 那麼我們當然第一個先介紹 Will劇情 劇情的運用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然後當然我們在講過 不管任何時代 都會從直數句 疑問句跟WH問句下去 一項一項的拆解 比如說我們看第一個 直數句來講 又分兩種 一種叫肯定 一種叫否定 是最基本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以第一題來講 他明天將去看電影 he will he will 好 那麼去看電影 go to 這個go就是圓形動詞的 非常重要 圓形動詞 you will go to the movies tomorrow 第二個 他三天後將不回來 will not 好 回來叫come back 好 在三天後 用in加上時間代表 未來世 所以這個都是配合未來世的時間 好 那這兩個也可以變成 won't 直接怎麼樣 縮寫 will not 變成won't 縮寫 好 那麼這是所謂的肯定句 再來我們看到疑問句 這個疑問句 指的是yes no問句 yes no問句 好 yes no問句 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他明天將不去看電影嗎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個will 這個疑問句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你要跟我打棒球嗎 打棒球 好 那麼這個疑問句當然 我們就把助動詞呢 往前移 助動詞就是will 所以will往前移就變成了 好 will you will you will you 好 好 那麼既然是will問 那當然是will回答 所以yes I will you問I回答 no I won't 或者I will not 或者I won't 都可以縮寫 好 這麼這個是 這個肯定疑問句 好 我們在練習 這個一句這個肯定疑問句 今天晚上他會回來嗎 will she will she 好 回來 come back 好 她會來嗎 will she come 她會來嗎 this evening 就歷史加上還沒到達的時間 就是未來是 will she come this evening 那麼她會來嗎 好 是的她會 yes she will no she won't 或者she were not 或者won't 可以縮寫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指數句的運用裡面包含肯定否定 以及疑問句裡面的肯定 那當然疑問句裡面還有否定疑問 他的yes no的問回答 以及wh問句 將如何使用 以及呢 未來也會介紹到 bit going to 他的指數句 這個confor 以及那個疑問句裡面 yes no 以及包含wh問句 最後呢 我們再會介紹到 所謂的 這個 進行式來代替未來式的 以及一些特殊句型 把這個整個未來式呢 做一個詳盡的解說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整個 未來式的一個 基本的這個時間觀念呢 先把它清楚的界定出來 好 那麼當然也希望今天的這個影片 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 最新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英文文法課程見面 謝謝